王國昌直接點名講說到底哪裡毀旋亂刃 到底哪裡黑槍 辯論的題目非常簡單 現在在談國會改革 我們就是談517跟521的國會法案審查的過程 是不是符合國會改革的理念 這很好懂嗎 毒素毒果 有毒的樹種出來的水果有毒 今天如果你整個號稱國會改革法案的過程 根本就是反改革 那你不要跟我講這法案能帶來任何改革 剛剛話說本於事實 第一個本於事實 委員會是不是排擠民進黨的版本 不給民進黨併案審 對吧 沒錯吧 這個以前很少發生過 委員會是不是逐條沒有實質辯論 只要是委員這個趙偉吳中先念完條約 民進黨立委舉手說有意義要提出有意見 他就宣布保留討論完畢 直接送院會處理 是不是你整個百分之百 每一條都是這樣處理 沒錯吧 立法院都有引帶啊 大家去看 再來在院會表決前 五月十七號要表決 五月十六號 你的新版是不是才訂稿 這黃國昌心智講的嘛 而且他還說是最高機密 你的新版是不是五一七早上才送進大院 沒錯吧 你的新版是不是五一七當天一直到現在 已經五二一我們錄影的時候 都還沒公開上網 沒錯吧 黃國昌也說對啊 按照議事規則我提再修正動議 本來就不用公開上網 這都是事實 關鍵的來了 所有條文委員會都沒有結論 協商也沒有結論 所有條文你提出了再修正動議 就是你真正最後要通過那個版本 如果今天可以這樣子做 那以後國會多數黨 我就說民進黨以前太笨了 民進黨不是八年國會都多數嗎 每一次不管是勞基法 錢瞻還是什麼法 你幹嘛一開始就公佈你要通過的條文 你應該把它藏著 你前面條文就隨便提嘛 大家提幾十個版本 委員會就沒收討論 政黨協商也不要給國民黨的少數意見容納進來 直接進院會表決的時候 柯建民拿出在修正動議 真正要過的法條在這裡 進去當天就要表決過 再不然多給你開一天 兩天就表決通過 然後全民那個時候才看到 真正通過的法條是什麼 為什麼民進黨過去八年不完 這樣子整部法案在最後一天 要表決當天隱藏版才拿出來 他說我要過這版 為什麼民進黨過去八年 在委員會裡面要讓國民黨表達他的不同意見 為什麼不直接說 你有意見是不是好 我停止討論 我送協商處理 黃國昌 我今天很感慨 十年前剛好十年前 我跟他在抗議 張慶忠三十秒通過符合協議 那個時候國民黨也說一切合法 張慶忠也說 我主持會議一切依法 哪裡不法 你們講出來 哪裡黑箱 我哪裡黑箱 國民黨當時說 我開了十六場公聽會 符茂協議全文上網公全民瀏覽九十天 哪裡有黑箱 這是國民黨當時的說詞 但是黃國昌很不滿意 因為你沒有實質審查 你說一切合法 但是實質審查 讓正反意見表述辯論的過程 在哪裡 沒有 請問這一次是不是一樣 你說你沒有合法 當然這個活化史可以講出一些他違反意識規則的地方 比如說這個應該要病原條文宣讀 可是沒有病原條文宣讀 或者是這個舉手表決的時候 這個清點出來的票 比這個在場的人還多 如果這些靈異現象 這些就算我們先按下不表 說認識小瑕疵好了 這個條文的實質審查在哪裡 各位知道 按照我手上這一本 就是最高機密版 最高機密版 我們拿到 5月18號隔天才看到的這個最高機密版 裡面有什麼樣有趣的條文 我在這邊直接給大家看 反質詢 今天現在我們錄影時候立法院已經通過了反質詢 不能反質詢 我請問大家一件事情 他說反質詢要罰二十萬 以前柯文哲不是有一次在議會被簡蘇培質詢 簡蘇培說 大巨蛋我有錄音 你們私底下在喬蛋 柯文哲是不是很生氣 他說你錄音誰給你的 我們赤子胡適像給你竊聽了嗎 大家如果還記得經典畫面 所以要不要罰二十萬 是說以後的官員都不能像柯P這樣子 跟議員有來有往 跟立委有來有往 反質詢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之前國民黨的這個立委 不是問陳建仁說 請問你跟上帝禱告的內容是什麼 陳建仁說 我這是我跟上帝的事 這他個人信仰 他的私事 這樣算不算拒絕答覆 要不要罰二十萬 要不要罰二十萬 陳建仁罰二十萬 這是我自己個人信仰 我跟上帝的事 按照今天通過的版本 要耶 可以耶 可以耶 可以發二十萬耶 來再來 還有呢 這個關於拒絕答覆的事情 裡面如果說是有到遇到國安相關問題 的時候可以拒絕回答對不對 來可是他這邊的條文有寫啊 拒絕回答的時候呢 要經主席同意 經主席同意 來 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的危害 並經主席同意 才可以拒絕回答 所以以後如果徐曉昕質詢說 請國防部長拿出潛建國造 紅區的設計圖給我 我要監督你 潛建國造我們好好做 國防部長說 紅區設計圖是絕對機密 沒有解密 徐曉昕說來 主席 請問他可以拒絕回答嗎 哇 主席馬文君 請部長把這個資料拿出來 如果部長還拒絕一樣二十萬 這個條文 五月十七號才提出來 這條文長這樣 請問不需要經過詳細的審議嗎 裡面還有更多的 我們看到的問題包括說 他可以跟民間的法人企業 一般人等 就是各位觀眾朋友 你屬於法人企業團體 及社會上有關人員 這就是一般百姓 你要提供資料喔 如果說比如說 他說今天這個面對面上 媒體人講了一個 政府的舞弊的資料 那被指稱設幣的立委 就可以出來講說 你說我設幣 消息來源是誰 你告訴我 主城調查消息來源是誰 你告訴我 媒體人說我遵守我新聞倫理 我不會透露我消息來源 不好意思 一樣一次罰十萬 問第二次再不答再罰十萬 那現在這個藍營說 有啊我們有救濟機制啊 如果你被罰啊 你可以去行政法院打官司 我就問一般百姓 誰受得了這樣子的騷擾 你的意思就是說 有問題 你去告立法院 你上法院去告立法院耶 好這樣的條文 也許你說他真的很棒 沒關係 各有意見 但是為什麼不再委員會討論 十七號才提案的版本喔 今天二十一號才開第二次會 就要來通過 這個是我覺得 曾經啦十年前走上街頭的人 到現在我至少 至少真的就我個人意義 我是完全無法接受 這樣叫做國會改革 那要回覆剛才就是 我相信吳中文在講的 那有關於不管是藐視國會啦 誰多管一年好不好 這些相關的一些詞 我現在來賓 大家都會有很多一些想法 包括我們待會要回應 這位超商店員 你所關心的一些事情好不好 因為你代表所有的 就是我們 老百姓 對啊 老百姓最關心 如果當你去買一杯咖啡 如果超商的人 都會問你這個的時候 你告訴我這件事情 是不是大家都關心的事 OK 好 那這份呢是 反正立法院如果要修法的話 都會有個條文一些對照表 那楊明剛剛講說 有很多 我給你看一下好不好 這裡面 像有的他就是說 保留送院會處理 OK 然後接下來 來 一個一個來 接下來有沒有 不予修正 有沒有 不予修正 有沒有 不予修正 你提了 然後接下來再來 不予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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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再來 這邊還好 前面第一行有的都有的 後面特別多啦 後面特別多了 這裡還有有沒有 不予修正 有沒有 不予修正 就這些 而且我光翻了這麼幾頁 你就看到有這麼多不予修正 就楊明剛剛講 你們大家好不好 反正就難得當了立法委員 好不好 那又難得 碰上那麼風雲際會的時候 那總是要表現一下 大家弄就好耶 好不好 那全部都提出來 結果現在看到了國會 現在就是這個樣 而這裡頭 讓大家最爭議的 來 超商 我相信你最關心的幾個地方 因為這次整個大概幾個點 你說二讀過的一些重點 包括藐視國會 這一條 OK 當然人事同意權 這個部分 跟一般的民眾 像國會調查權 這兩個是民眾大概會最關心 會不會跟你有關係的 OK 那總統國情報告 這部分 當然對於現在來講的話 賴建德總統 去做國情報告 要不要急溫急達 這部分 那老柯已經直接講了 未來一定會釋線 在宣告核縣以前 賴建德總統 恐怕不會到立法院 做國情報告 不用恐怕了 應該就不會了 應該就是要等到 全部釋線完 確定總統 要不要到國會 去做國情報告的時候 讓立法委員 急問急答 像這樣的一些方式 這跟整個憲政架構 是不是有關 那這部分 藐視國會 那質詢人答覆 不能夠超過質詢範圍 被質詢人不得拒絕答覆 拒絕提供資料等 或有其他藐視國會行為 那圍著兩萬 以上二十萬以下的罰還 相關的這些 有關系人員 那國會 可以舉行 得舉行聽證 可以要求政府機關 部隊 法人 團體 或社會上 有關系人員 提供相關文件 OK 那你如果是立法院 要調閱文件 你拒絕拖延 引力不提供相關文件 處一萬以上 十萬以下的罰還 相關的這些 這裡頭的條文裡面 如果這裡面 剛才講到連超商人 店員 他在 他在處理咖啡 他在處理這些 已經這麼忙的時候 他還要想到這些 來偉豪 你剛聽到 那吳中宣有跟你講啊 他有跟你講啊 對不對 這些事情有的就 最多關一年嘛 官員那些 如果虛偽陳述 最多關一年 然後像那個廖偉強委員 他有跟你講說 民眾這些 如果被罰錢 被罰錢 你可以提行政訴訟啊 好 這個吳中宣委員 之所以說 最多關一年 是原來三年啦 在黃國昌的大力施壓下 壓到一年 因為連黃國昌都覺得 這個不符比例原則 會出事 因為原來民眾黨黨版的 只有罰錢 存罰錢 那你硬要塞一個行度的話 好吧 這算是藍白妥協的版本 藍的兒 這個還是指向一般公務員 完全絕大多數人啊 其實都不太在乎公務員的時候 就是一般百姓 他們比較在意說 現在這個火 會不會燒到我身上 所以我們來看啊 今天啊 這個由這個立法委員廖偉祥 他所出的這個碎帖 就是算是懶人包 或是圖卡 廣禍國民黨內的推崇 但是呢 也廣禍綠營及民團的推崇 他們覺得太棒了 我就是等你出這種東西 他們認為這個東西 充分的自打臉 當然啦 廖偉祥的立論是說 比如說他說 民進黨造謠啦 不是任何人都可能被 立院問話 但是他第一句就破題了 民眾如無涉及相關弊案 所以如果沒有涉及 你不用擔心 但什麼叫涉及 我們今天就來想像一個狀況 今天有一個超商的店員 在那邊煮咖啡 李明賢 黃陽明走進來 嘰嘰咕咕咕講的一些事情 葛醫生立法委員說 這個李明賢 疑似承包一個這個 臺北市的這個媒體外包的案 會不會是黃陽明 這個有相關的承包的 這是前客 我們就請這個店員 來立院 告訴大家 你今天看到了 什麼樣的狀況 今天就來想像一個狀況 今天有一個超商的店員 在那邊煮咖啡 李明賢 黃陽明走進來 嘰嘰咕咕咕講的一些事情 葛醫生立法委員說 這個李明賢 疑似承包一個這個 臺北市的這個媒體外包的案 會不會是黃陽明 這個有相關的承包 我們就請這個店員 來立院 告訴大家 你今天看到了 什麼樣的狀況 那這個叫做 是否有設相關弊案 到底算或不算 誰來認定 委員會認定嗎 票多的人認定嗎 這會牽涉到 這一次修法的一個爭議 就是很多事情的決定 yes or no 要不要去 都是委員會 院會決定 翻成白話 票多的人決定什麼是事實 嗯 這個跟我們的司法體系 會不會有漢格 會不會跟我們 一般對於民主政治的認知 因為民主政治雖然可以 票多的人決定方向 但是不至於像古希臘 用票多的人決定生死 而不是蘇格拉底時代 所以回歸現在的這個時間點 一般的百姓都覺得說 重點不是你狂起來 黃色什麼 民眾認為不合你 可以不到立法院 你講的根本不是重點 重點是 再以行政訴訟救濟 有警察要抓你 我可以不去 大不了我被抓去法院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解釋嗎 重點我還是會被抓去啊 我還是要去上法院啊 一般百姓哪知道什麼行政法院啊 他知道那就是法院啊 我不想去法院啊 我去法院我阿嬤會擔心啊 那怎麼辦呢 重點就是這種民眾的疑慮啊 萊茵的回應 就像吳宗憲剛剛在 因應那個德國資產講 等我們立法之後 我再來一一跟各位報告 誰關你立法之後 重點是立法之前 你就要把他講清楚嘛 這像他們講這種話 只代表你在立法之前 你根本連稅帖都沒有準備好 是不是就對應到 我們前面講的 是不是只有少數人跟黃國昌 去寫出這個法條 其他國民黨人根本都是 事後被動接受 事後被動補破網 事後臨時再去補理喔 如果真的是這樣立法流程的話 那外面鬧的人 那外面在抗爭的人 一般的百姓的憂慮 他就只會不斷的足跡上升 像是另外一邊這邊有提到的 這個法院裁定才能連續處罰 根本不可能無限次處罰 有非常多的人 甚至還有包括藍尾特別來問我 那這個是寫在哪一條 也就是說這個 懶人包上有說 法院裁定才能連續處罰 可是他哪條文得連續處罰 等一下他會說這個 還賴出來的部分他寫在哪一條 自己人找不到自己人的法案 是在哪一條 所以到今天還有很多問問說 所以到底過的是哪一個啊 就是讀版本他到底是 到底是要讀哪一個 因為還沒有讀到啦 不過我補充一下 剛剛這個周老師講的 現在那個那條叫 調閱資料 還沒有到問話 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 那個叫你去問話那一條 還在後面 所以他們現在也在問說 最後實際要扣的版本 到底是哪一個 就一直翻 大家都翻 如果連 有投票權的藍營委員 他都不知道 這些人有辦法去幫百姓事宜說 大家放心 絕對不會影響到你嗎 我想他自己講的也會心事 補充一下 你說我覺得那個委員 他講廖偉翔對不對 他講什麼 打新證訴訟 不然就打新證訴訟 新證訴很麻煩耶 你光是接到一個罰單 如果你不送 你要去申訴 你要先到這個什麼裁決所 先去拿到裁決書 你不送的話 你要再去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裁決 然後重新調查 然後再回到地方 反正總而言之 你就是裁決所 地方法院 最後在高等行政法院 而且這些費用 都還要自己負擔 雖然不多啦 三百塊跟七百五 可是五個還有一個問題 就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行政訴訟的話 法院都在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他那個法條 就是以台北地方法院 那如果你南部 你南部的民眾 你要不要交通費 你要不要律師費 一般的要是 我會怕 那我不用請律師嗎 他那個應該不到地方法院 他那個應該是 行政法院 我是講那個罰單 如果以行政訴訟 那個罰單的話 你裁決所定 可是麻煩是一定的 麻煩是一定的 拜託我們還要顧小孩好不好 我還有時間跟你 好法院 對啊 我會票到你啦 誰說那我們先 廖偉強的關鍵在最後一句 要過半立委投票同意才能罰款 民進黨沒用啦 這個也不會過半 我一定去拜託 藍營跟白營的立委嘛 這個叫做消單 OK 消單 以前議員都會消單 罰單就消單 以後只能國民黨 跟民眾黨可以消單 因為過半 民進黨無法消單 這個才是廖偉強的目的啊 我覺得易善剛剛講的太誇張了 調閱權跟調查權不是交通檢舉 檢舉違規違庭然後就開單 這個大人 違規還嚴重好不好 10萬塊跟當初的林佳龍版本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以揭蔽為前提 不得擾贏跟不得侵犯一般民眾的權益 在解釋上 這個是在查國家重大必要 你在揭蔽的過程中 第一個 當然我也認為司法調查權在進行當中 這些案子該排除 對一般民眾的部分 我覺得在行使這個 你說國會增加他的調查權跟調閱權 為什麼 是他要監督抗衡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權力那麼大的時候 你國會你就減少牙齒少一個腳 你如果抗衡他們的時候 當然這些行使權力的時候 也要相對的限縮 不能影響到民眾的權利 你講的這些都沒有入法呀 我補充一下 有有有 這有 來來我補充一下 其實剛剛講的這些狀況 很簡單 第一個 如果立委亂叫人去立法院 如果這樣的反應真的過 立委叫人到立法院 立法院一定會被包圍 就這麼簡單 你隨便叫一個莫名其妙的 現在就已經在包圍了 所以我的意思說 現在的社會溝通裡面 這一塊是在野黨 必須要加強通通 因為為什麼我最近上節目有 國民黨裡面的人都拜託我一定要去說 那個社會上有關係人士真的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他們也有疑慮 國民黨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 所以我說這一塊 我認為因為現在還在二讀的程序 都還沒有全部走完 我認為現在的這些不管是在野黨 兩個黨團的總召 除了這個時間點 當然我說下禮拜二 如果沒有過的話可能要拖很久 那這段時間請花多一點時間做社會溝通 可是現在應該就是 副文綺總召跟黃國昌總召 應該兩個人就可以決定走向了吧 但是 因為國民黨有很多委員 其實對法案內容或什麼 其實並不是這麼清楚 但是但是我說 這段時間慢慢的 你看他們那個衝撞完之後 養傷我回來 還是開始看法 慢慢聚焦 懶人包會做會開始看法療 裡面都會有人開始去質疑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從正面比較 就是說這個功能有沒有需要 比如說美國國會 找了這個TikTok的執行長 去說 因為我們有國安疑慮 所以你來 那在台灣有沒有這個必要 比如說現在民進黨 也需要對抖音做管制的時候 台灣的抖音的代理商 或什麼的有沒有必要 到立法院針對國安議題 做相關說明 我覺得這個議題兩面 就是一把刀 他可以拿來作為揭壁 他也有可能變成濫權的工具 關鍵在於我們的民意機關 這些民代的素質 而這個才是關鍵 我們的人民 對民意機關的民代的素質 沒有信心 姚畢剛剛講出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當這個法條文是這樣寫的時候 但是因人不同 拿在手上的時候 可能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是 大家又回歸到這一次 當立法院外面 很多人在喊那些口號的意思就是 因為一般人想像的是 立法委員在立法的過程 我相信明顯你們在議會 所有的人家的案子送進來 一定都會看過嘛 看完才會去質詢 才會去什麼 大家想像的立法委員 應該是把所有的這些法條 應該全部都看完了 包括立法理由 包括什麼什麼 但這次大家才突然發現 原來有很多委員 跟我們不知道 那些條文內容是什麼 然後那裡面 就已經開始表決大戰了 我覺得這個也是 對於很多民眾來講的話 另外一種 因為這一段 這一段 你們在過程當中 這是你們訴求 所謂的黑箱或什麼 這段是你們訴求另外一個 好歹第一個 大家總該都知道內容是什麼 第二個 好歹大家 好啦 你讓我死的明白嘛 是這樣嗎 五個 你知道我們要表決之前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要表決什麼版本 都不知道 然後你還就是在前一天 大家在問說 你們都不協商 韓國院長你不協商 然後 你沒有協商最終版本 你要怎麼表決 黃國昌先生 你為我們台灣社會 立下了 偉君子的標竿 偉君子的代名詞 就是 黃國昌 剛剛 觀念的主辦單位已經宣布 人數超過八千人了 已經超過八千人了 大家可以聽到 國民黨的善笑聲 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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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先我直接很簡單問你一下 你昨天痛罵黃國昌 為什麼直接大罵他是偉君子 你不擔心你是佛龍王 你一罵完以後 他讓你看他俊俏的臉龐 他接下來一路扶搖直上了嗎 你這樣為什麼那麼氣他 我其實已經累積了好幾個月 比方說從我們二月開議以來 事實上黃國昌要頂著 要國會改革這樣子的大旗 其實他做的其實 根本都是在阻撓我們議事的進展 這大家看得清楚 二月到現在以來 他都在小織小節的部分 那卡大家的議事的程序 好啦被他胡鬧的快一個月之後 其實我們實質上是三月 才開始正式的開議審查 那浪費了一個月 我就是在程序上 程序上不必要的這些工房 這第一點 第二點那一切只為了成就 他個人的名號 他的正當性 他要參選新北市長 他為他下一個位置 而要進他所做的一些動作而已 那第三點 我覺得他這一次百分之百的轉向 跟國民黨的合作 這一點是讓大家最看不起 也是認為說他是偽君子的地方 針對包括外面的人 有沒有你們動用 或是整體來講 原資剛好講 你人再多他們也不怕 你人再少 當然他們也不會去嘲笑或什麼 許醫師 原資他有的 他不該誤蔑我們民進黨 你像昨天外面的群眾 那分明就是社運團體 還有很多學運團體 他們自己自發性的去發動 跟民進黨全然無關 那原資你在完全不了解的情況下 你在沒有提出認額的證據之下 你隨便的來汙名化我們民進黨 我覺得這基本上就是 他們都不准民進黨人上台 我覺得這個是很過分 第二點 謝醫師 我們民主有三大原則 大家集思廣益 充分討論 然後形成共識 這才是民主的真諦 那我們提到說 少數服從多數 對啊 我們做到如果大家充分討論之後 也就是說你多數尊重 我們少數 我們照議事規則來 我們充分發言充分討論 逐條審查之後 這樣子的投票結果 我們少數當然是接受 我們要求的就是說這個過程當中 這程序真的要做到 還有第三點這樣子的表決 這是一個黑箱表決 違法的表決 也就是說 我們大概立法院三十年前 就裝了記名表決器 為的是什麼 就是記名表決用表決器 大家名字都列在電子板上 看得一清二楚 到底我們有幾位立委在現場 那到底誰投是誰投非 這很清楚 這留下紀錄 供歷史來做一個紀錄 那同時也可以讓人民以後來問責 你不能立法委員 你投了票 你對自己的行為 那你不負責任 搞不好這三年五年 十年後以後 人民會追究這個事情 當初這樣做的決定 多數做的決定 如果是錯誤的 危害到人民 危害到社會 那人民社會才有辦法問責 然後現在用那種 這個舉手表決的方式 大家冷靜想 現在民主國家裡面 沒有一個用這種舉手表決的 唯一還有在舉手表決的 大概就是我們對岸中共 他們在人民大會堂 選他們的 他們所謂的選舉 結果沒有 大家舉手表決 一致投票支持 習近平跟他所提的 所有的案子 不是這樣子嗎 那難道我們要走向跟中共一樣 專制的體制嗎 事先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朱立倫直接跟賴靜德對象說 如果再這樣下去 千萬不要變成民主內戰 民主內戰的意思是 剛才原則有講說 大家都不想動你們 大家都不要 如果要動大家都可以動 如果你動 你這邊不管是不是自發來的 或是有沒有一點是動員來的 外面看到立法院這些人 在五二四這個禮拜五 如果要是藍營或白營的人 就講說 如果大家要比外面的聲音 我們大家都叫外面的聲音 來展現的話 台灣會不會陷入朱立倫口中的民主內戰 我覺得基本上朱立倫 就要應該為他這一句話 說如果再這樣搞 要民主內戰 我覺得他這句話應該收回 你堂堂最大在野黨的主席 我很意外 朱立倫有那麼高 那麼好的學歷經歷資歷 他怎麼會講出這樣子 這種話 這種是語帶威脅 而且你最大在野黨的國民黨 應該收回這樣子 這種叫囂 而且威脅的談話 我先說 其實上一次就有很多民進黨的公職人員 幫忙動員 這新聞都有報導 某一位新北市議員 他就動員了黑熊學院的學生 那這位新北市議員 我不講他名字 他的老闆就是現任的民進黨的副秘書長 就是負責組織的 那還有就民進黨還有提供很多認知作戰的圖卡 什麼資料給他們 就是講我們等一下會細部討論 調查權到底他規範的職權是什麼 目的是什麼 但現在就是有太多的錯假消息 那這個其實很多都是民進黨在講的啊 然後然後昨天在現場的時候也是講 比如說舉手表決 舉手表決為什麼不是民主 本來在議事規則裡面 舉手表決就是表決的一種方式 那為什麼把舉手表決講成是黑箱 我也不懂啊 那今天昨天民進黨也講說 對啦這個國民黨就是在為習近平投票 那就是我們國會想要監督 加強監督的力道 到底為什麼也扯到對岸去 所以最近也有很多人打電話給我 說葉原子你怎麼在舔中又在舔共 我都不懂說這個到底跟舔中舔共有什麼關係 所以民進黨一直在煽動嘛 不要去講那些錯假的東西 這真的就是造成社會對立 好現在看起來等一下 那包括這次立法院裡面 為什麼綠營會抗爭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藍白兩陣營的選擇 所有相關一些把案從程序到內容 我們待會大家過來看 將軍我先問一下 現在看起來的話 昨天的議場裡面的氛圍跟進行的內容 比起上個禮拜五一七當然好多了 和平多了 看起來綠營現在是打算放棄武鬥嗎 是用文場嗎 那個文場能夠發揮多大一些的效應 而那個文場到最後 看起來老柯是不是已經擺明了講 那就實現吧 最後就要走這條了嗎 民進黨如果用文鬥的話 我相信很多綠營的支持者會很失望 我不是挑釁他們打架 我是反映他們的感覺 他們說民進黨以前是很能夠拚命的 怎麼變得這麼文 這麼文這麼優柔優雅 反而是變得國民黨這些 新進來的這些新科的立委 個個都是敢戰能打 那每個都戴著手套 那個戴手套不是代表他能打 氣勢很強 就是我隨時準備開打 那民進黨的反而都是穿的T恤 要不然穿的黑色的這個外套 看起來就好像沒有要打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立委 立法委員都不應該打架 如果立法委員要打架 根本不要選舉了 直接擺雷台 一個區想要選立法委員上台 上台對不對 勝者當選 敗者你就回去養傷 這不成了野蠻世界了嗎 立法院本來就不應該打架 可是呢 因為有一方挑起了這種方式 用衝撞的用推擠的 然後甚至有人摔倒 他就直接跨過去 那這種方式當然會引起另外一方 支持者的不滿嘛 就你怎麼這麼軟弱 可是我覺得立法委員還是要回歸 條文還有法規的論述 你能夠講到人民心裡面想到那一塊 我覺得才是真正立法委員 應該要出來為民喉舌的內容 我再給大家講 我舉例來說 立法委員每個選出來 單一席式立法委員 這個責任有多大 他們想職權很神聖耶 我請問 為什麼立法委員過去長期以來 這個本來要居民表決 居民表決是對自己負責 對選民負責不是嗎 你看這幾次爭議的法案 通通都是舉手表決 好國民黨講一個理由說 我們如果不舉手表決 那你們會去佔領主席台 那我退一萬步講 你們也可以用點名表決啊 點名表決你們人可以在現場 只要喊到說何博文 我贊成就這樣好了啊 他不願意喔 他們可以跟人民大會團一樣 鼓掌表決 所以嘛現在甚至我跟大家講 他乾脆發明一個方式 大家來比看誰的聲音大 贊成反對看誰量分配 看誰的分配大 可以這樣惡搞嗎 你知道竟然裡面有表決 說民進黨黨團 這個贊成的48人 我們在想48人 我們51人耶 那剩下三個是誰 當然要居民表決 我們又查出來黨紀處分啊 你想想看 全部啊 現在立法院公報 全部都是舉手表決 舉手表決 舉手表決 到時候大家都不認帳 一個立法委員可以這樣嗎 面對歷史關鍵重要的法案 你可以如此不負責任嗎 所以我認為在這邊講 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 大家講話要憑證據 要憑實證 大家要負起責任 不要在那邊胡扯鬼扯 OK 所以要回應嗎 我只能說 民進黨一直在很多地方 都刻意的去模糊話 譬如說 記名表決這件事情 舉手表決算不算記名表決 如果你去看大法官768號市制 他已經有說了 舉手表決 機械表決都叫做顯名表決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都有錄影 那為什麼不敢點名表決 都有直播 因為現場的這個卡 表決卡 藍綠互相說 你選過立法委員的 你連點名表決你都不懂 拜託 你有看到 點名表決是舉手 喊你的名字舉手 請問這有什麼問題 你說的機械表決 今天民進黨一直說要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 是不是要按那個表決器 那表決器 點名表決不是記名表決 點名表決是另一種形式的記名表決 可是我問你 可不可以點名表決 我問你 會議規範 還有立法院的行使之區法 是不是有說 你當然可以選擇一個最漏的 你當然可以選擇一個最漏的 你現場連清點人數都不敢 你連到你現場多少人都抽不起來 五個 我們可以說投票投出來 你依法投出來的表決就是表決 怎麼可以說依你們的法才是法 現場投票的數目 現場投票的數目 比這個現場的人數還多 你覺得這樣的表決合法嗎 你覺得這樣表決合理嗎 一個立法委員 是經過多麼神聖的選舉過程中出來 我舉例來說 你這些不用對人民 民進黨團一直用各式各樣的議事規則 在延宕程序 譬如說 譬如說 連你藍綠白三個黨團的版本 一模一樣的文字 那他也要求表決 那表決他又支持國民黨 又投下贊成 所以有一些程序我們都在議會過 沒有爭議的條文是沒有表決的 就是直接一直念過去 但是當你每一條都要求表決的時候 你就是在延宕議事程序啊 我甚至懷疑你連議員 這種企圖 你在台北市議會 你朝野協商要通過 才會沒有爭議 不然請問怎麼叫沒有爭議 這個法案 什麼叫做沒有爭議 你告訴我 朝野協商都沒有通過 請問現在怎麼叫沒有爭議 然後機法的修正當年你們還把 時代的議員立委揮出去 為什麼不要扯 你們當年做的 現在都不要扯 你連在基本的程序 你都不懂 所以立法院場內場外 那真的現在已經變成是個樣子 再加上在臺灣的外海 你看老共在繼續軍演 整個代表 包括國際之間所有的媒體 從CNN這些 都特別報導到 包括我們的國內的立法院裡面 發生這些奇奇 包括老共在之後軍演 但是在今天真的就發生這件事 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的時候 那有一個法案 OK 今天上午立法院當然續審 然後今天還是一樣 用舉手表決 其中民進黨一定 他們要想辦法 用各種程序的方式 他們就先提一個案子說 不要 我要改記名表決 結果記名表決的時候 立法院的韓國瑜 點完以後 宣布五十九票贊成 過半耶 那就要改成記名表決 然後韓國瑜都說 嗯 那國民黨的立委 就說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這個案子會過半 五十二席欄委 加上兩席的黨友五十四 綠白銀八席 怎麼算都有六十二席 民進黨就五十一席 怎麼可能出現五十九席 還過半 其實東豪剛剛講那個 中間有一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以後偵查中的案件 立委調 副本 他有法員依據可以調 對 現在議會 就算檢方再辦 柯文哲有沒有那五大案 議會去調資料 其實人家 譬如都發局 說因為偵查中 我不給我就不給 對 可是如果這個案子過了以後 你不能說我不給 都給啊 因為法員他有法員 其實你們沒有法員 你們議會找人家調 偵辦中我說不給 我真的可以說不給 你知道有法員跟沒法員差別多大嗎 不然你就回到這個地方啊 就是說 你現在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大家怎麼辦 就只好僵局啊 就像朱雁仁講民主內戰 你就沒辦法坐下來 可是蘇惠剛講的有一段 你知道就是 那到底投票在投什麼呢 就是總是 我們都知道嘛 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尊重少數 連來清德在就職也說 還特別要把這兩句拿出來講啊 那蘇惠的意思就是 那以後投完以後 大家如果是輸的人 反正就是大家揪揪了 就一堆人在外面 會不會出現以後就是這樣 會不斷地發生 為什麼 因為沒辦法對話 其實有對話 你知道在司法委員會的時候 在討論的時候 民進黨就提了四十幾次的散場 我知道啊 他就是不討論嘛 鍾嘉賓也是有主席 也是司法委員會的周圍 對不起 他自己就跑走了啊 我在講說 你在看這四十四次的舉手 那時候黃國昌也被笑 必須 你還是必須要回過來看說 從一開始 從吳中仙委員當主席 之後那個整個過程 他一開始互動 就會照那個結果 我覺得都不願意討論 但是你作為多數 在立法院多數檔的時候 你作為主席的時候 你至少要讓人家先講講話 OK 否則怎麼辦呢 就僵在那裡啊 大家都沒辦法 都沒有退啊 你們現在 現在的處境 大家都不能退 好 可是你當主席的人 你總要先讓他講話 是啊 可是鍾嘉賓當主席 連講話都不願意講 他就跑了 來這裡面有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 我們會看到的是 從一月十三號到現在為止 到目前為止 很多的政黨在操作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2024投票之後的延長賽 或者是2026的預賽 那個是他們政治內部的問題 這是一件事 然後另外一個狀況呢 剛剛你不是想說 我也在找啊 很多惡毒的條文 到底內容是什麼 我們找不到 然後呢 立法會後 在校人民招待 你知道為什麼那麼多人出來 那麼出來的時候 不完全只是所謂的 當年的太陽花 十年後的被被判 很多的年輕人也出來了 很多中間人也開始不滿意是什麼 那叫做 我講比較粗俗一點 看門狗變主人 我們選這些民代是做什麼 我們的紅蛇嘛 把我們看住行政權的嘛 那個是民主國家就叫看門狗 但是他們現在的作為是什麼 變成主人 變成主人嘛 你說那些東西 剛剛講了很多 義式裡面的攻防 太空漫步 英國國會早就搞過了嘛 慢慢跟你拖 義式的攻防 全世界都在搞 但是有搞到你這麼的凶悍 而凶悍的是 老百姓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剛剛你講為什麼那些人會在意 所謂舉手表決 還是按鈴表決 還是唱名表決 因為我要知道你表決什麼啊 你要給老百姓交代啊 到時候連那個什麼 國會的公報裡面 都不知道誰贊成誰反對嗎 那時候也不認賬 對不對 對老百姓要的是這個 開門狗變主人 所以其實今天的核心 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政黨有很多恩怨 你會看到今天貼出來的大字報 過去的恩怨都出來了嘛 又是高端啊 又是什麼 那個是你政黨的事情 大家都要先先 大家在算夫妻的舊 但是為什麼讓社會上 覺得那麼不爽 你有你的意識 你有你說朝野的一些攻防技巧 坦白講都可以找到理由 但是大家其實很不爽的是什麼 看門狗變主人 我們到底選誰是主人 另外一個呢 裡面更荒謬是什麼 沒人知道在急什麼 沒人看得懂他們在急什麼 那因為沒看得懂 所以後面更麻煩一件事情出來了 剛剛講的 其實呢 有很多不管調查權或什麼 其實裡面有很多是 法律的明確性 那個橫評法則 比率原則 那都可以講下去 但是可以談的嘛 那你這麼急 所以自然呢 他們好像給人家講 你急著要一個空白授權 那如果你要空白授權 那我們當然可以自由填控嘛 所以自由填控啊 袁紅斌就可以填控啦 是習近平指示啊 是什麼樣啊 那你這個東西一下去 你是讓社會看到你 這些開門狗變主人 然後開始自由填控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 整個爆炸下來 那爆炸下來之後 那當然我相信民進黨 內心的現在很有壓力 因為喔 衝進去不可能 但是真的衝的話 他是衝實政院 衝現在的執政黨 那第二個 你真的長期埋國造反 對於一個剛剛上來的新政府 也是不好 是 可是這裡面真的是 沒有人告訴我 你們在急什麼 那些條文在什麼 那只有一個急嘛 要秀馬手 可是秀馬手已經秀到 莫名其妙 到底黃復興是像朱立倫秀馬手 還是像賴清德秀馬手 不過我還是很好奇 對於黃國昌最近的這個狀況 柯文哲到底心裡是什麼想 我覺得那是很好奇的 我還是講 因為這個是一定要 這個過程我現在最反對的是沒有討論 我舉一個 一個例子很極端 立法院陳超明現任了嘛 因為捲入收狗 所以被判刑嘛 如果我們就按照現在已知過去提的法案的條文 他可以向政察機關調券跟法院調券 那立委可以去調 像那個時候 遠東跟李恒龍為了收狗再打關係 立委可以跑進去調券 行使調券權 知道另外一邊在幹嘛 為什麼用這樣很極端的意思 因為有立委收錢 我不是講每一個立委都會發生這樣 立法院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發生過這樣子的案例 那在討論 有討論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說 你立委有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性 你要怎麼辦 甚至你如果 我講這都不是國防外交什麼行政部門的 講的是人民 萬一發生卸命的時候 有沒有補救措施 我再補一個例子好了 沒有討論 今天你講說相關人事 然後有一個事情 彭博說 艾斯摩爾跟台積電 可以遠端的關掉 對 那我可以把台積電叫來 開發基金你給我過來 行政院對不對 開發基金是台積電大股東嗎 開發基金過來 解釋一下這有沒有辦法 這是怎麼回事 把資料給我調過來 那開發基金不行 台積電 位則加你給我過來 那這個東西 那我就說 這裡面叫空白授權嘛 你這些東西其實我們 我們先不要講 立法院要討論 當局勢走到這樣子的時候 國民黨裡面就沒有 就沒有退路了 你有不同的聲音 對 大家都要 一定要被迫綁在一起 當然被迫綁在一起 這時候 謝英鳳 他有家族的根基在那裡 你以為每一個人是謝英鳳 你家凱的下場就知道 不是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謝英鳳 國民黨講一聽到黃復興 通常都會讓步 也不是 黃復興也要看地方 好不好 黃復興在北部比較有 在台北市比較好用 謝英鳳 謝家 他掛國民黨是對國民黨有利 還是無利 你在那地方 是你要幫我 還是你要拜託我 還是我要拜託你 是 國民黨加分給他比較多 還是謝英鳳 對國民黨的加分比較多 OK 好不好 誰底氣比較好 我們覺得這樣 加盟店我可不可以換招牌 可以嘛 我做到業績最大的加盟店 對啊 你加盟金太高 換一家 對不對 好 可是 可是這個事情 搞成這樣子 我對各藍綠白 大概都在這一局都沒有退路 嗯 大概都沒退路 這個時候 如果有人能夠表現出 足夠的政治智慧 那不得了 嗯 這一局很難啊 但是你說 民進黨會衝嗎 我不認為會衝啊 衝 民進黨早就算好了 後面當然應該大概等走四線 國民黨在這過程中會賺到嗎 嗯 撞到同溫層 嗯 再講完 對民進黨也是很大的考驗 外面的群眾一定是百分之百支持民進黨嗎 我也不認為 嗯 會去的人 裡面有一部分蠻強的會一定每次都會到的 他是對黃國昌的仇恨值 嗯 可是對黃國昌這次的仇恨值 等於支持民進黨嗎 問號 沒有人知道 但是對黃國昌的仇恨值不等於支持民進黨 可是對黃國昌的仇恨值 會不會加大 黃國昌在這一整局裡頭 對他未來的幫助 包括二零二六 所有東西都是問號 因為 你知道黃國昌很久沒有選舉 嗯 黃國昌這次是不分區欸 他這次不分區 這次其實是柯文 1月13號那天是 主體是柯文哲不是黃國昌 你說黃國昌加柯文哲有沒有加分 對他們的分區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 可是如果只有黃國昌 而沒有柯文哲 1月13號會什麼樣子 沒有人知道 嗯 無法被檢驗 好 新北一些眷村對黃國昌 越來越肯定 對對對 這個 一定的嘛 這四個月來 這個我們都看到 可是 白 這白色的基礎 過去不是這一塊啊 黃國昌的基礎的改變 是不是等於台灣民眾黨基礎的改變 問號 也就是說 這件事情裡面來講 我的主觀判斷 揣測 受傷比較重的是民眾黨 黃國昌也會受一些傷 可是他如果轉換成功 他如果顏色換得好漂亮 但是台灣民眾黨怎麼轉啊 柯平他們怎麼轉 因為所有東西要討論 這個這件事情 對柯文哲他們最傷的是 你怎麼去跟我解釋 檢察官那一塊 法官那一塊 你怎麼跟我解釋 解釋老百姓那一塊 開個玩笑 當然實務上 不可能有便利超商的營業 這個電源被約 被立法院約 可是誰曉得 這個要很肯定的 跟7-11的電源講是有的 因為這裡面 這裡面規定的是 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每個人都是有關係人員 因為這個條文那麼簡單 這個我也想補充一下 不要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立場 包括在座藍綠都有立場 我從來沒有討論過 然後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昨天 PO了一個文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不是親國民黨 也不是親誰的 這個大家可以同意吧 他說第一個 這一次在討論的條文 並不是一套前所未有的新條文 這就要什麼意思 因為裡面過去很多 都是民進黨提過 我以陳其邁當年在當立委的時候 他就提出這個我會聽政權 他說立法院各種委員會 而且還有鄭麗君 一起跟他開喔 立法院各種委員會 為了瞭解議案涉及事項 得要求政府人員 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道會備詢 且應邀列席人員 有說明義務 他說立法院不應該自斷手腳 所以這一次有很多版本 其實是當年民進黨也有提過 民進黨也沒有否認 無事要只是出來說 那你不能這樣說 你當年就是有提過 你們當年也有進行過黨內的討論 你們當年也覺得這是應該的 更不要說蔡同榮早期 也提過描繪國會權 然後至於剛剛大家一直在講的 這個兩兆花東建設法案 視察的中心也講了 他說根據這個官方的公報 其實只有排入花東快跟環島高鐵 排入議程 沒有國道東延案 然後花東快是民進預算 是兩千五百億上限 然後其餘兩岸並沒有列出這個預算 國道這個三岸花兩兆預算 是來自於民進黨的估算 所以我只是要說 有很多東西 因為現在太亂了 或許大家可以說 為什麼要這麼急 通過這麼多法案 然後讓很多法案 沒有辦法被清楚的呈現 這確實我覺得國民黨的策略 有他有他要 想講一件事情 民進黨過於主張的 今天被國民黨拿來用 你們兩黨各自去解決 我想舉個例子 就說 二零一六年民進黨小英 帶民進黨充滿執政 他們也搞國會改革 你知道嗎 第一件事要幹什麼事情 單一招委 這次民進黨變少數了對不對 洪國昌提也要提單一招委 對不對 國民黨那時候一開始 不是也贊成嗎 民進黨又不要了 民進黨要不要 不是我的觀念 我看一下我自己過去 還好我對單一招委是反對 我當時反對的理由是 一定要給台灣的在野黨 要留我空間 一定要兩席招委 就是我個人 我先講這個事情 那至於 你們藍綠之間 要去用過去的理由 從美流美珠什麼 你們都用過 可是我還是回到 一句一個核心的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因為 觸到了一般民眾 OK 現在的立法院有沒有討 有沒有討論給大家聽